大家好 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強勢股支持 今天市反覆偏遠 低開後 早段曾經跌超過200點 見過28600點的水平 期後跌幅慢慢收窄 最後全日跌得也算輕微 跌0.4% 跌111點 收28773點 成交也縮減一點 去到104億 今天市回軟 主要是支持強勢股回軟 拖市 包括騰訊跌0.4% 過六 平保 友邦 這些保險股亦是回落 其中平保跌1.4% 跑出大市 幸好香港經濟股回升 令市跌幅得意收窄 轉日跌得不算多 整個市情勢 昨天節目提到 估計恆生指數會繼續整固 繼續向下調整 今天就再跌多一點 後市調整了兩天 後市會怎樣呢 現在初步看 繼續可能整固 可能性大 原因就是一件事 昨天節目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等一件事發生 以及這件事的細節 這件事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首階段協議 究竟簽不簽得成 以及細節是怎樣呢 前兩天都不斷傳出消息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國會承諾 承諾未來兩千億的美國商品 這個就傳出了 現在再傳的是 美國雖然說要中國買大量的美國商品 但是美國就不會在這個階段 將之前向中國加徵的關稅減回 因為之前市場預期 美國會減 關稅是7.5% 甚至15% 回應中國的樣步 大家各樣一步 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不會是這樣 消息一出 大家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之前大家擔心 美國經常出爾反爾 究竟會不會最終 講到天花龍鳳最後 臨滿腳會不會簽得成 已經開始擔心 現在再傳出消息就更加擔心了 因為早前一路的說法就是 中國如果肯簽子 美國在這個關稅方面 要減才肯簽 現在突然傳出 美國就在這階段不肯減 要減 也是第二階段才肯減 第二階段是甚麼時候呢 而一般的說法都是 基本屬外媒的同一個口徑 就是說 第二階段要簽 都是要到11月之後 今年11月 即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才會簽第二階段的協議 換言之 很長時間 現在到11月 都不用置意 所以又可以減回頭 這是第一個 而且11月之後簽 11月簽 換言之 要特朗普連任倒才可以簽 如果不是 他連任不了 新上台的人可能又推倒 從來又玩過 又不是那批玩法了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非常頭微妙 究竟這個變數會不會令 中美貿易協議臨滿一腳又有變卦 退遲甚至不簽 現在都是令市場有些憂慮 無論如何 如果這樣搞一搞 現在有些憂慮之餘 之前其實都是擔心 就會趁好消出貨 現在再加上這個憂慮 就令整件事 大概明天就會知道 香港時間 明天都會知道 究竟怎樣搞呢 會議怎樣寫法 是不是市場傳言的事 都成真 包括不簽 不減稅 包括中國買二千億 以至中國可能在知識產權方面 又著出陽應部 甚至乎美國有權監察中國 落實這個協議的權力 甚至九十天之內 如果你不行 就立即對付你 而中國不得還手 現在傳來是這樣的 究竟這個細節是怎樣 大家都是拭目以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樣對的事多一點壓力 就算協議出到來 就沒有大家想到那麼差 都是趁好消息出貨的情況 如果給大家預期為信息 又可能觸發大家沽貨 所以 調整的可能性是大的 從中美貿易談判的首階段協議 大家等了很久的消息 落實這下來計 回吐的可能性是大的 加上第二個 值得提一提的就是 今天有試 試回軟 主要是強勢股回吐 剛才提到的 就是騰訊 回軟 0.4% 平保 1.4% 以至 雖然不是恒指成文股 但也足足影響到 香港整個股市氣氛的股份 就是阿里巴巴 都是回軟 1.3% 加上這陣子的強勢 比較強的信譽公學 亦都有跑輸大股 跌 0.8% 拖市 相反 弱勢股就上升 包括什麼 就是今天有13隻股份 以恒指成群股來計 就逆市上升 當中6隻都是香港經濟股 而且還是弱勢那隻 香港經濟股就比較強勢 包括港交所 弱勢的6隻都能夠逆市上升 包括地產股的新地 順治 WIT的九倉置業 以此領展 加上銀行股的恒新和中銀香港 都是逆市上升 弱勢股升 強勢股跌 根據市場的傳統智慧 都是一個不是太好的現象 反映的事 繼續整固的可能性是大 所以總而言 無論是消息面 以至 技術面 強勢股 弱勢股的走勢來比較 事件繼續整固的可能性是偏大的 但會不會整整顧一下 令出現一個 越調整越多的情況呢 就是看看 強勢股的支持位 以至恒新指數支持位能不能收一注 而收一注 仍然當作短線調整 趁好市貨出現之後 中線向上的勢頭不變 至於強勢股的支持位 跟大家講一講 第一個就是騰訊的支持位 第一個就是綠色戰爪指著 當日做出的上升列口支持 這個位 大概是390至392 因為大位之外 幾號也不說了 免得令大家混淆 第一個就是390至392 就是上升列口 至於更大的支持位 就是這個小型密集區的底部 就是374 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形成的 這個底部374 是更大的支持位 大家留意住 另一隻強勢股 就是平保 它的支持位是怎樣呢 簡單 就是這個 50天線 和100天線 都宅住在92元 已經很明顯是一個重要的好友 力手的關口 至於另一個 就是這個 前浪底的支持 90元左右 大家留意住 至於90和92左右 至於阿里巴巴 留意的位是哪個呢 上升列口 就是這個做出的 1月9日 做出的 這個位置是211元左右 至213元左右 大位 豪子就不說了 至於更重要的前浪底支持 就要去到這個位 206元 大家留意住 好 給多隻 大家留意住 信譽光學的支持位 第一個 就是50天線 這裡 大概 133元左右 至於更加強勁的支持位 就是這個可能形成的雙頂頂線所在 就是125元 至恆山指數支持位 就是第一個 上升列口 就是2200至28300 更加重要 就是這個前浪底支持 黑色箭咀 剛才綠色箭咀指指上升列口的支持 黑色就是前浪底支持 大約27800左右 好了 大家留意住這幾個位置 看看中線的形勢 會否因而 趁好消出貨的情況之下 由於改變 留意住這幾個位置 時間關係 今天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 幫同志 時間關係 請懸朋友 請請多指 評審 請堪 請喔 請… 請忍